我们来看第二节垄断协议 各位在整个这一章 我们会给大家讲三种经营性垄断 就是经者实施的 包括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者集中 好我们先看垄断协议这一种 各位垄断协议 它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 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那么从类型上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横向垄断协议 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者之间达成的 纵向垄断协议 往往是交易相对人之间达成的 往往具有上下游的关系 州府协议是今天新增的 它包括帮助他人和组织他人 来达成垄断协议 包括帮助性和组织性 我们先看第一横向垄断协议 大家看金色字体 建议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者 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各位你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者 给我画出来 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特点 也区别我们前面的我们后面讲的 纵向和轴幅协议的关键特征 主体就有竞争关系 先看第一类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 横向垄断协议 各位前面我们讲到过 这种极为恶劣 这种赤裸裸名簧簧的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能接受经者承诺 来终止和最终停止调查的 好 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它说除了直接协议锁定 维持或者提高商品销售价格外 还可以表现为 对经者定价过程设定统一的限制 各位你看前面这里 就是赤裸裸的固定价格 或者变更价格 而下面是间接的 一固定或变更价格的水平 价格变动幅度 利润水平或者折扣手续费等费用 第二个 约定采用具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第三限制参与协议的经者 它的自主定价权 所以各位 一眼一闭 这就是直接的固定变更价格 或者间接的固定变更价格 都算 大家看 如果固定或者变更价格的协议 就在具有精神关系的买方之间 达成的 我们之间是具有精神关系 都是买方 那这种的内容是锁定维持降低什么 购买价格 而不是商品或者服务的销售价格了 来看第二类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 或者销售数量 各位这里比如典型的几个水泥的生产巨头 达成一致 我们都统一减产 把产量降低到某个水平之下 这样倒逼价格的上涨 只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产能的下降幅度 我们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最典型的比如说联手现产 或者联手搞饥饿营销 也一种赤裸裸名簧簧的横向垄断协议 第三 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 我们简称分割市场 将市场分成一块一块的 这块你独占 这块我独占 这块他独占 我不过去和你抢 你也不过来和我抢 这在单独的某个市场范围内 就形成了完全的垄断 也是极为恶劣的一种横向垄断行为 继续来看 它包括以下两类 一个 划分商品的销售地域 市场份额 销售对象等等 第二 划分原料 半成品 零部件等采购的区域 种类 数量 时间 供应商等等 各位 这是我们说的 分割销售市场 或者原材料的采购市场 各位 我们再次强调 讲的前三种 固定变更价格的 限制数量的 和分割市场的 是三种影响极为恶劣的 是不能接受经者承诺 来终止或者最终停止调查的 不是用前面讲的和解制度 好 第四 限制购买新技术 新设备 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的 各位 不是开发新技术 新设备 能够使我获得利润吗 为什么限制它 各位取这个例子 你又懂得了 我们说 德国有三大汽车 制造生产商 一个是我说的大众 另外是宝马 另外就是班驰的母公司 戴姆勒公司 各位 欧盟和德国的反垄断 执法机构 都对他们开展过 反垄断调查 后来认定为三家之间 存在横向垄断协议 其中一种就是 限制应用新技术的 横向垄断 各位 就在三家当中 有一家 其实早就掌握了 比当时欧盟的排放标准 更先进 更高的 这个排污防控技术 但是三家达成默契 你虽然有这个 比欧盟标准更高的 排污防控技术 不要去采用 因为如果你率先采用 那欧盟发现 原来你们早就能够 进一步的降低 排污水平了 那欧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这个汽车的排污的标准 如果进一步的提高标准 那咱们三家 都不得不去采用新的技术 然后去满足这些新的标准 那我们的成本会上升 那我们的利润会下降 得了 都发生一致 不采用这种新技术 这就是我们说的 限制购买新技术 新设备 限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的横向垄断 第五 联合抵制 就是咱们合计伙来 抵制某个主体 包括抵制谁呢 包括联合拒绝 向特定的经者提供商品 或者销售商品 那又意味着 联手抵制下游的采购方 第二 联手抵制谁 联手抵制上游的供应方 第三 联手抵制 咱们某一个竞争对手 大家一起不和他玩 这我们讲的联合抵制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各位以上是我们讲的 横向垄断协议 横向垄断协议 这几种类型 大家了解 另外记住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 主体是具有竞争关系的 经者 就是本来是相互竞争的 你死我活 等不竞争了 咱们一起来对付别人 这是它的本质 第二点需要掌握 前三种是影响很恶劣的 关于价格的 关于数量的 和分割市场的 他们不能采取 前面说的终止调查 和最终停止调查的 和解制度 各位看完了横向 再看纵向垄断协议 概念 禁止经者与教育相对人 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大家看 主体也够画起来 主体是经者和交易相对人之间 它这边不是具有竞争关系的主体了 各位你看下面画的图 上面是个生产商 是工厂 下面是经销商 各位生产商和经销商之间达成的 那有可能就这里的纵向垄断协议了 具体包括两个 第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哦 也说全国统一零售价 这有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了 你说为什么这个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会构成垄断呢 各位你想 本来经销商之间 他们应该相互竞争 在经销商之间的竞争当中 产生一个公允的价格 然后越竞争 这个价格就越低 消费者利益就越多 好 但是如果经销商过度竞争 竞争非常充分 会倒逼厂家降价的 因为厂家说了 你们都不能相互竞争了 你们不能自主定价 你们往外卖的商品价格 听我的 全国统一 这么做 说不就把经销商层面的价格竞争 完全给抹平了 那这个价格就不是竞争形成的 而是厂家直接定价的 所以此时我们讲 就形成所谓的价格卡特尔啊 所以我们说 此时就是构成了纵向垄断 第二 限定第三人 准时商品的最低价格 不是全国统一定价 而是你们只能比这个价格 卖的更高 谁都不能跌破这个最低的价格 好 各位你看我们这里讲的前两种 纵向垄断协议 它其实都是价格协议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纵向垄断协议 它的两种类型 好 往下来看纵向垄断协议的经济效果 各位我要全面的评价它的效果 其实纵向垄断协议 各位有消极的 也有积极的 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先看消极效果 促进了价格卡特尔 就我刚才举的例子 现在厂商要求经销商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这样子不就把经销商这件竞争 完全抹平了吗 经销商之间 就等于达成了完全一致的销售价格呀 所以此时就它的消极效果 排除限制了市场的竞争 第二 导致市场进入的障碍 各位往往在纵向垄断当中 比如说 这里是厂商 下面是经销商 现在厂商要求经销商 第一 从价格上固定 第二 这个经销商 你不能经销别家的商品 只能经销我的商品 所以我的独家代理 不能再去代理别人家的了 各位你看 这又导致有别的经者进入这个市场 再找这个经销商 对不起 经销商不能卖你的东西 这又导致了市场进入的障碍 也是不利于竞争的 好 再看下面 记忆的效果 第一个记忆效果 是减少了搭便车的行为 各位 这个所谓减少搭便车 它的记忆效果 是对这个厂商 是对这个实施纵向垄断协议的厂商而言 有这个记忆效果 各位你看 上面是一个厂商 比如是某知名品牌 大做广告 大做广告就导致它的产品 非常火 大家都想买这一类的产品 各位 如果我们讲 这个厂商没有和他经销商签牌他的协议 要求说你不能卖其他同类的商品的话 那就意味着 这边又有一个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家 找到这个经销商 说经销商 我这边给你提供同类的商品 质量也不错 但价格比上面这个大做宣传的要低很多 来 你一方面卖他的 一方面也卖我的 当消费者看到这个厂家做的广告之后 哎呦 我们想买 来到这个经销商 而经销商此时既有这个厂家的 也有别的低价厂家的 而低价厂家给他的利润更高 他就会借他的事去推销其他同类的商品 这样其他厂家的商品 就对这个厂家有个搭便车的效果 而此时 如果我们讲该厂家 要求现在经销商 一是价格上有固定 二的话就有排他性 那就意味着减少了别人搭便吃的那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这个机器效果是对该厂家而言的 不是对别人而言的 第二 客服销售商 加价 我们讲 比如说 如果说锁定了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那么此时就意味着 如果该商品紧俏的话 就防止经销商往上过分的加价了 第三 有利于经营者进入市场 各位这个有利于经营者进入市场 是指的对别的厂家而言的 各位 比如说 这是机器的厂家 机器的厂家已经在某个商品领域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我作为新进入者 我找了个经销商 我说经销商 我是新进者 这样 我给你独家的经销权 什么独家经销权 我的商品 只有你卖 我在这个领域就不再给别人了 而且我通过宣传 你独家经 别人没有竞争者 你会在一定期间获得很大的利益 所以你看 这个经销商觉得 你把所有的销售权都给到我 你去宣传 我获得很大利益 他就愿意去代销 去经销 该商品 所以对于新的进入者而言 如果采取这种模式的话 是有利于他更轻松的进入市场的 好 各位这个消极效果和机器效果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往下来看 相关的举证责任 经营者能够证明 他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则不予禁止 各位这一时候 我们反垄断法在二年的一个新增内容 在过去的时候 比如在反垄断执法调查当中 看到这个厂家和这经销商达成了协议 比如锁定的价格 或现在最低价 就直接是认定为是纵向垄断 然后对方这个被罚的一方就很冤 当然说你看我这个行为 虽然我要求他这个转售商品最低价锁定 或转售商品固定价格 但这个行为在很小的范围内 根本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班农的执法机构说 哎呦法条可没写 法条说只要你实施了就算 而现在我们觉得 应该给对方一个深变的空间 所以经营者他可以去 反正这个行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那此时就不应当予也禁止了 因为这里的垄断协议最终要落到 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上面去 来看第四安全稿原则 经营者能够证明 他在相关市场的份额 低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标准的份额小 并且符合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也不予禁止 好各位这两行就是我们今年 在纵向垄断协议当中的新增内容 需要大家掌握 看完纵向垄断协议 再看第三种叫轴幅协议 它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组织型的 第二是帮助型的 看法条怎么规定的 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第二经营者不得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具体看这个案例来理解这个新增考点 我们说的是楼底保险一案 各位在湖南省的楼底市 有11家财险保险公司 这11家财险公司 他们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有年有这么一个主体 叫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注意它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 并不是财险公司 它和财险公司没有竞争关系 在它组织下 这11家财险公司决定成立一个 车险的销售中心 即新车的汽车保险销售中心 那如果共同成立销售中心做什么呢 他们约定 全部当地的新车的车险 都只能必须由这个车险销售中心来办理 而这个车险销售中心 它会一碗水端平的 它这边卖的就是11家财险公司的车险服务 但是它这边卖车险服务 不会有偏有倚的 而是按照上年度当地各家的份额 来进行分配的 假设其中的A保险公司 上年市场份额是50% 那意味着车险销售中心这边 在今年销售车险 那么一半的份额都会给到A保险公司 那么其他的依此类推 所以你看只有达成了一个效果 即11家车财险公司 并没有直接分割销售市场 而通过共同设立车险销售中心 达成了一个效果 即今年的市场份额和去年是一样的 固化了去年的份额 到后来进一步的加强紧密联系 他们这个车险销售中心 就和11家保险公司分别约定 因为那什么呢 约定啊 我们各家的这个保费的费率 都不能擅自上涨 要维持去年的水平 你看通过他还锁定了一个价格 各位后来这些行为就遭到的处罚 但处罚 罚了这11家财险公司 也罚了这个车险销售中心 但是唯独就没有罚这个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你说为什么他分别也参与了 但没有处罚他呢 因为从反垄断法的角度 从过去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角度 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他并不具有处罚的可罚性 他不是垄断系的市格主体啊 你说按横向垄断看 他和这11家财险公司 并不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从纵向垄断看 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他并不是协议的主体 他虽然组织了 但是他并不是下游的经销商啊 所以你看这出现了一个盲点 为了填补这个漏洞 于是我们就来今年这个新增 从今年这个新增角度看 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虽然不是竞争主体 也不是下游的经销商 但是他组织了11家财险公司 达成了这么一下协议 效果上就是11家保险公司固化了份额 而且价格上也达成了相对的稳定性 你看价格和份额都没有竞争了 岂不是排除限制了竞争吗 所以此时我认为 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是组织其他经纪者达成了垄断协议 根据现在的反动的话 仍然具有可罚性了 为什么称名叫轴符协议呢 大家看这个图形 多么形象 中间这个瑞特保险公司 瑞特保险经纪公司 是像车轴一样 而其他11家财险公司 就像外面的这个主体 他们通过一个车的服务条 联系在一起 你看形象会的轴符协议 就这么来的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种垄断协议 就要大家理解它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 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各位就像我们前面提的 垄断协议是指 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 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我们看这个其他指的是什么 这指虽然没有明确定立协议 或者决定 如果有明确的协议决定 就属于前面的了 但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 最后其他指的就是 没有协议 但是有一致行为 考虑如下因素经判断 第一 他们的市场行为 是否具有一致性 第二 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 或者信息的交流 第三 能否对一致行为 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三 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 竞争状况 市场变化等情况 来综合计较 考虑 往下来看 第五个 垄断协议的豁免 我们前面的选择题 曾经提到过 大家看 我们这里列举了 以下六种情形 是垄断协议的豁免 往下来看 第一个 为改进技术 研发新产品的 我们称名叫技术卡特尔 第二 为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成本 同样产品规格 标准等 就是标准化的 第三 为提高中小企业的 好 竞争 经营效率 增强中小经济的竞争力的 第四 为了集园能源 环保等公共利益的 第五 因经济不景气 为缓解销量 严重下降 或者生产 明显 过剩的 各位你看 这五项 是不是都有目的上的 正当性啊 好 第六个 出口卡特尔 为了保障 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 正当利益 一致对外的 各位注意 前五个正当目的 还不够 如果属于 一到五项情形 此时 要主张豁免啊 还应当证明 第一点 所有达成的协议 不会严重限制 相关市场的竞争 负面效果有限 第二点 能够使消费者 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我是有利于消费者的 这样才能豁免 所以各位你看 总共是列举了六种情形 一到五 是一个正当目的 再加两个效果 不会严重限制竞争 使消费者分享利益 第六个 因为一致对外 就直接豁免 就不用证明 这两个效果了 各位你听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国家前几年 爆发过三具清安 毒奶粉事件 就在毒奶粉事件 爆发不久 有三个本来是竞争的主体 比如说 沃尔玛 物美 加勒福 都是大型的零数商 是奶粉的经销商 他们彼此在零数市场 是竞争的 但是这三个竞争对手 此时此刻 却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我们一致拒绝 卖这个品牌的毒奶粉 一致拒绝 再和这个厂商打交道 大家看 是不是很像 横向垄断协议中的 联合抵制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 在这里有没有正当目的 有 是为了公共利益 收费公众 就吃不到这种毒奶粉了 这是为了公共安全 你看 有公共利益 目的正当 另外 能不能证明两个效果呢 可以证明两个效果 不卖这个品牌的毒奶粉 但不意味着 我们在零售市场 就都不竞争了 我们在别的领域 还都是竞争的 别的各种商品当中 仍然竞争的如火如荼 并不会严重 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 另外 不卖毒奶粉 能不能使消费者受益 能啊 证明者吃不到毒奶粉 就是受益了 所以该行为 就豁免 认为是横向垄断协议了 这么讲豁免的一个分析方法 看这里的归纳总结 各位你看 在垄断协议当中 我们讲主要的就是横向和纵向 大家先看横向 横向它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是十分明确的 尤其那个价格的 分割市场的和限制产量的 此时法律就推定 它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执法机构也无需调查 它有没有这种效果 即可禁止该行为 在民宿中 原告也不需要去证明 这个横向垄断行为 它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原告并不承担去证明 效果的举证责任 此时行为人也无权提出 该是不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抗辩 因为莫认为你是严重限制 排除竞争的 但各位 此时行为人不能提出 不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抗辩 但他可以提出什么 我这属于豁免情形 就属于前面说的六种豁免 而纵向垄断则不同 各位纵向垄断 它这边往往是生产商 和小学经销商的 法律假定 它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但是我们今天新增一点 如果行为人 他提出反正 证明不具备这种 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此时就不应该 认为是纵向垄断协议 就不具有可罚性 所以你看 他可以提出证据 来证明不具有这种效果 来进抗辩的 同时也可以提出 豁免的抗辩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 横向垄断 它更严重 效果更明显 所以此时 行为人不能提出 不具有反正的效果的抗辩 但能提出豁免的抗辩 而纵向 既可以提出 不具有反正的效果的抗辩 也可以提出豁免的抗辩 大家注意 横向和纵向的抗辩 是有不同 好 来看第六 行业协会组织 达成实施 垄断协议的认定 各位很多时候 说这个竞争者 达成横向垄断协议 并不容易 因为英雄聚会 各怀心事 反正是相互竞争的 都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所以很多横向垄断协议 各位都是行业协会牵头的 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方 我们来看 什么叫行业协会 由同行业经济组织 个人组成 形式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 职能的各种协会 学会商会等等 就叫行业协会 来看它的禁止行为 禁止行业协会 组织本行的经营者 从事垄断协议行为 具体包括制定发布 还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 行业协会的章程 规则决定通知等 第二 召集组织 推动本行的经营者 达成还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 协议 决议 基要 备忘录等 好 各位 这是我们讲的行业协会的 做简单了解 所以各位你看 关于垄断协议 它的参与者包括哪些 第一类 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第二 就是上下游关系的经营者 就是横向和纵向 第三 就是行业协会 作为一个组织方 第四 就是我们今天新增的轴服协议 它不是行业协会 但它也组织了或者帮助了 也是可罚的主体 来看第七 关于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 先看第一 对经营者的处罚 各位这里一分为二 第一个 如果经营者达成了垄断协议 但是尚未实施的 你看 刚签了不久 还没有开始做 此时罚的就轻一些 可以处300万以下的罚款 第二点 不但签了 而且已经实施了 你看 此时那罚的就要重一些了 第一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 并处上年度销售额的 1%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各位 这是非常了得的 注意可不是利润额 而是指的销售额 销售额是连本代理都在里面 那1%到10% 可能是天价的罚款 如果上年度 没有销售额的 比如它是一种免费的业态 没有销售额 那此时处以 500万以下的罚款 这是我们说的 达成没有实施 轻达成并且实施要重 大家看第二个 对经营者负责人的处罚 大家注意 下面罚的是个人 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 对达成垄断协议 付有个人责任的 可以处以100万以下的罚款 各位 罚总的法修订 从过去只罚经营者 拓展到也罚他的直接负责人 各位 假设这个垄断的主体 这个国有企业 你罚他 反正大家都不疼 反正这是国有企业 是大家的 又不是我自个的 但是如果你追加罚个人 这个个人 可就有真的肉疼的感觉了 因为每一分钱 都是自己赚来的 所以各位 这变相的要求 企业的主要经营者 要注意垄断的风险 第三 经营者组织其他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 或者为他人达成垄断协议 提供实质帮助的 也按照上述规定 承担责任 就是州府协议的主体 它的处罚规则 再看第二 对行业协会的处罚 第一个 由反弄的执法机构 则令改正 第二 处300万以下的罚款 第三 挺严重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 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来场最重的就是这个 撤销登记 就以它主体资格消灭了 好 这是我们说 对行业协会的处罚 来看第三个 宽大制度 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 主动向反弄的执法机构 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 有关情况 并提供中华证据的 给酌情减轻或者免除 对该经营的处罚 各位 这宽大制度 它是出的特别好的一个点子 因为你想 垄断协议 无论是横向的和纵向的 如果抓住就很乏 所以很多这些经营者 它是密而不宣的 而且把它当作高度的机密 绝对不会拿到大金上升仗 我们是垄断协议 所以如果他们铁板一块 查处理来非常不好查 现在我们有这么个制度 如果你拘不认账 则一发到底 如果你主动反水 则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所以各位 面对这么一个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所以每当对涉嫌 垄断协议主体开展 执法调查的时候 往往就会纷纷反水 因为反水越早 那么减轻和免除的比例 也就越高 各位你看 是用该宽大制度 要求两个动作 第一 主动来报告有关情况 所以主动报告 第二还要提供重要证据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才能适用该制度 所以各位 你给我画一个词 报告 报告情况 再画下面 提供证据 这就是他适用的两个前提 好 来看这个提供重要证据 那什么叫重要证据呢 第一点是执法机构尚未掌握的 第二 对最终认定垄断协议行为 具有显著证明效力才可以 如果是以掌握的 你再告诉我 那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第二 它不是边边角角的 是最终认定垄断协议行为 有显著证明效力 好 我们来看 具体包括 一 在垄断协议的达成方式 和实施行为方面 具有更大证明力 和补充证明价值的 证据 第二 在垄断协议的内容 达成和实施的时间 设计的产品 补范畴 参与成员等方面 有补充证明价值的证据 以及其他 能够证明和固定垄断协议 证明力的证据 就称为叫提供重要证据 这个提供重要证据 理解它就可以了 这个具体内容 不要去背它 再看下面的减免幅度 我们不说了吗 可以酌情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先看 第一个 主动报告 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可以免除处罚 或者按照不低于80%的幅度 减轻处罚 第二个 按照30%到50%的幅度 减轻处罚 第三个 按照20%到30%的幅度 减轻处罚 所以各位 是不是反水的越早越好 所以各位 这本质就是个囚徒困境 如果大家都不承认 那可能铁板一块 还不好查 还不能证明它垄断 但如果越早反水 那么越有奖励 那大家可能就会纷纷反水了 好 往下来看 经营者组织 胁迫 其他经营者达成 实施垄断协议 或者妨碍 其他经营者 停止该违法行为的 那么 制法机构不对其免除处罚 但可以相应的给予减轻处罚 为什么 因为它是组织者 胁迫者 用刑法角度来看 这是主犯 好 第二 制法机构 在减免罚款的同时 可以考虑相应的减免 没收经营者的违法所得 当然它用的是 可以考虑 并非是应当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反垄断 制法机构 应当根据经营者 主动报告的时间顺序 提供证据的重要程度 以达成实施垄断协的 有关情况 决定是否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第一个申请者 反垄断制法机构 可以免除处罚 或者按照不低于 多少的幅度减轻呢 各位考的第一个 第一个是多少 80% 各位 这道题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就是记住了 就能选对 记不住就选不对 A是当选的80% 来看这道题目 2021年 在某通用标准化会议 组织的论坛上 与会的主要手机生产商 达成协议 统一各自生产的手机 充电器接口和技术 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协会经组织论坛 而没有参加会议 那么不涉嫌垄断行为 我说A是错的 像行业协会 它如果组织 组织他人达成垄断协议 那此时他也是可罚的主题 也是禁止的 A是错的 B 主要手机生产商 可以主张标准化 卡特尔的豁免 我们说B是对的 因为这里 它是为了统一某种标准 此时目的正当 如果同时能够证明 它并不会严重 限制排出竞争 并能够使消费者分享 由此产生的利益 此时就可以豁免了 所以它是可以提出 这种豁免主张的 B当选 C 主要手机生产商的行为 涉嫌联合抵制交易 那不存在 在这里并没有说联合抵制谁 联合抵制我们讲有三种 一是联合抵制上游的供应商 二是联合抵制下游的采购方 三是联合抵制某个同行 这里都没有 对C这错误的 D 主要手机生产商的行为 涉嫌横向垄断协议 是这样子的 大家就某种技术达成了统一 属于一种协同行为 所以此时 正确答案是B和D 两项是当选的 好 各位 第二节 垄断协议到此结束 我们做简单总结 各位在垄断协议这里 我们讲了三种垄断协议 横向的 纵向的 和周浮协议 周浮议是新增的 另外可发的主体 既包括经营者 也包括组织者和帮助者 还包括行业协会 好 来看第三节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种 经营性垄断了 好 各位 首先我们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它的一个认定的逻辑 我们说这里认定市场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总共其实是两个逻辑 第一 所以你确定该主体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不是某个阶段的小门脸 它再怎么过分 它本身 这是不起眼的小经营者 不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当然就不存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了 所以第一 确定有支配地位 在此基础上 看有没有滥用行为 两天东半族 才属于这里的垄断行为 先看第一个逻辑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 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要先界定相关市场 包括相关的商品市场 和相关的地域市场 就能够控制商品价格 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或者能够阻碍影响 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就叫市场支配地位了 各位一言以蔽之就是 这个市场 我说了算 怎么说了算呢 能够决定交易条件 还能够影响其他人进来或者离开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市场支配地位 往往是一家独大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 刚刚说了 这里包括控制其他交易条件 那什么叫其他交易条件呢 是指商品的价格数量以外的条件 那么数量以外的条件 它能够对市场交易产生实质的影响 而不是边边角角的因素 那具体包括 可以控制商品的品种啊 商品品质 不管条件 交付方式 售后服务 交易选择 技术约束等 所以各位 后面要素很多 你要只要记住 价格和数量 这两个就是我们讲最核心 最主流的 除了价格数量以外的 都叫其他交易条件 我们来看 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 进入相关市场 包括排除其他经营者 进入相关市场 人根本就进不来 第二个 延缓其他经营者 在合理时间内进入相关市场 虽然能来 但来得很晚 来得很慢 或者导致其他经营者 虽然能够进入 但是成本大幅提高 根本无法和现有的经营者 开展有效竞争的 这我们说能够阻止其他人进入 好 欢迎大家看 我们判断有没有市场支配地位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各位 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就是在相关市场的份额 没错 份额就是判断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也是最显著的 各位这里我们有个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 大家看 如果一个经营者 在相关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则推定他在该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因为他占到了半地江山 两个经营者如果单独不到二分之一 但合在一起达到三分之二 则推定他俩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三 三个经营者合计达到四分之三 推定这三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所以各位特别简单 单独是二分之一 两个合计三分之二 三个合计四分之三 大家注意 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你加的一起够了 如果有一个特别小 这个小的是小跟班 他自己不到十分之一的 则这个小跟班 不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好 大家看反面 若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有证据证明 我没有市场支配地位 则不应当认定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大家看 这里两段话 其实用了两个词 一个叫推定 什么推定 推定就是我看表面直接推理过去 这是最简单快捷的 但是简单快捷的 往往有可能不准确 也有可能冤枉了无辜人 所以我们下面 推定并不能认定 如果你有反证 证明我虽然份额看起来够了 但是我这边这个市场流动性很高 随时有新的经济进入 只要他们进来也搞补贴 我的地位马上就要被撼动了 所以我不具备 各位 所以如果有反证 则不认定 这是我们讲的推定标准 往下来看 第二个 要考虑经浙控制销售市场 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要考虑他对市场的控制能力 第三要考虑他本身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各位比如说 在阿里巴巴反垄断案当中 认定阿里巴巴 他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当时处罚决定中就说了 这个阿里巴巴 他的财力是巨大的 技术是十分先进和领先的 以此也作为辅助认定 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维度 一个因素 但注意 如果仅仅是拥有知识产权 并不能因此直接认定 他有市场支配地位 比如说他这边在某个相关市场 具有若干重要的专利 但人有专利 不代表他就有市场支配地位 因为技术只是要素之一 第四 加经者对该经者在交易上依赖程度 越依赖 他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概率越高 越不依赖越独立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概率就越低 各位比如说 在论着阿里巴巴 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时候 处罚决定书中就这么说的 说阿里巴巴其实的淘宝和天猫 现在是国内网络零售平台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平台 大量的商家对他具有高度的依赖 并且离开该平台 再去其他平台开店的难度很大 所以以此作为一个因素 来认定他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五 其他经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以程度 越难进 你这边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概率就越高 越容易进 那你这边被撼动的机会也就越多 好 这是我们讲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应该考虑的因素 主要看份额 兼顾反映企业综合经济实力的其他要素 再往下看 认定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经济者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特殊因素 各位这两年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叫平台经济 另外这平台因为越来越大 所以他这边滥用的行为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讲义当中有这么一块单独的规定 大家简单一看就行了 互联网新经济业态 在今天的时候考虑什么 行业竞争特点 经济的模式 拥护的数量 网络效应 锁定效应 技术特性 等等 好 简单知道 下面 分析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者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各位平台经济者 也是我们这两年反垄断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阿里巴巴 作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的提供者 比如说像美团 它也是一个外卖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些年都是反垄断的重点 好 大家看 此时要考虑一下因素 第一 它的市场份额 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 好 各位下面内容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这是经济者控制市场能力 引导考虑的因素 也是简单看一下 我们这里不展开 好 另外经济者的财力和基础条件 另外依赖程度方面 另外进入市场难以程度 好 各位 我们来看这么一道题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济者 在相关市场内就能够控制价格 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 或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济 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下期选项中 属于其他交易条件的是 各位你还记得 我们说价格和数量 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交易条件 除了这两个以外 都叫其他交易条件 A 付款条件当选 B 交互方式当选 C 商品品质当选 B 售后服务也当选 如果再来个商品的种类 也是当选的 所以这里有简单计 除了价格数量 其他的都是其他交易条件 反正是ABCD要全选上 好 来看第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各位已经认定了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下面我们来看 哪些是滥用的行为 第一个 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 或以不公平的低价 购买商品的 各位这里有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织网一案 在对中国织网 反垄断调查当中 然后最终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 它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其他一个行为 就是不公平高价的销售商品 其中国织网 为国内最大的 中文学术期刊 网络服务提供者 他这边 将他的相关的论文 相关的服务 以不公平的高价 卖给需要的 这些院校和科研机构 而且逐年涨价 涨价幅度非常大 而且缺乏和对方 一个平等议价的过程 此时就认定为 是不公平的高价 销售了他的服务 大家看下面 认定不公平的高价 或者不公平的低价 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个 就由价格或者购买价格 是否明显的高于或者低于 其他经营者 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 销售或者购买同种商品 或者可比商品的价格 各位这怎么比 这就是 这个经营者和其他经营者相比 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 再看第二 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 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 同一经营者 在其他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 区域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价格 各位这怎么比 这是本经营者 在两个地区的比较 本经营者在该地区 是否明显高于其他的地区 认定市场条件相同或者近似 那考虑到销售渠道 销售模式等因素 第三点 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是否超出了正常幅度 提高销售价格 或者降低购买的价格 各位 这是自己纵向的一个比较 成本没有发生明确的改变 那现在是否提价 或者降价幅度过于夸张 第四 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 是否明显高于成本的增长幅度 各位你看 这里我们也认为成本有增长 但是你的提价幅度 是不是比例明显过高呢 第五 其他因素 这我们说的 考虑高价或者低价的时候 五个因素 看这道题目 根据反弩乱法律制度的规定 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 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 应当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A 商品的销售价格 是否明显高于成本 各位 这并不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 各位比如像奢侈品 奢侈品就不是成本定价方式 但成本可能只占一部分 但其中有大量的品牌溢价 这会价格会明显高于奢侈品的 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为 它是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好 所以说我们不是静态的 比较价格和成本 看B 商品的销售价格 是否明显高于 其他经济者 销售同类商品的价格 B 是考虑因素 当选 C 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是否超过正常幅度 提高商品的价格 C 是当选的 各位 C和A 你要进行个比较 其实A 就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就把静态的成本 和静态的价格做比较 各位 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因为我们说 其中有品牌的溢价 或者等等 但是C 成本基本稳定 不变 但是你现在提价超过正常幅度 这是个动态的 这又涉及到你滥用你的市场职批地位 来欺负人了 C 是当选的 A 是不选的 B 商品的销售价格 提价幅度 是否明显高于成本的增长幅度 你看 D也是个动态的 成本的增长 价格也在增长 但价格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它 也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这个提议答案是 BCD 三项A 是不选的 好 来看第二种滥用的行为 没有正当理由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 各位 它的逻辑是什么 我要搞清销 我大 我亏本卖 我亏得起 但是你小 你亏不起 我现在把市场出清 把你击垮了 你击垮了退出市场之后 我再把价格提起来 这用来讲低价清销 这种滥用市场职批地位行为的 本质和原理了 大家看 认定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 重点考虑的是 价格 是否低于平均 可变成本 各位 这里有点西方经济学的意味了 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学过这个概念 什么叫平均可变成本 它指 随着生产商品数量变化 而变动的 每单位的成本 好 大家注意 这个概念接下来 就是是否低于平均可变成本 来判断 这又引入个问题 就互联网 这种新经济议态当中 有很多免费模式 它免费模式 就因为它价格是零 那此时怎么看 它是否低于成本呢 我说了 如果它搞免费 那综合考虑 经济提供的免费商品 以及相关收费商品等情况 就把免费的和收费的 合在一起来看 因为如果一个经营者 他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哎呀 那他岂不是做公益呢 所以他弄免费的 一定是要吸引一些付费用户的 所以把免费和付费的 一起来综合考虑 认定是否低于成本 各位我们说 没有正当理由 低于成本是不可以的 但是有正当理由 是允许低于成本的 看正当理由包括什么 一 降价处理 鲜活的 季节性的 有效期 即将到期的 和积压商品 是可以的 第二 因清偿债务 专产 歇业降价销售的 第三 合理界内 为推广新产品 进行促销的 第四 其他正当理由 好 简单了解 来看第三种滥用行为 叫做没有正当理由 拒绝与交易项的人 进行交易 拒绝交易 大家知道 在很多细分的市场 可能某个主体 它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那么此时 它就垄断了某种原料 或者某种上游的服务 它本身一是经者 二 它还发挥着 类似于一种基础设施的作用 所以潜在的一个义务 就是它要维持 正常的交易秩序 和正常的交易 所以如果它拒绝 和相对人进行交易 那么此时 就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而会构成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各位 举这个例子 你看一下 假设某医药巨头 它这边掌握了 某种原料药的供应 就是原料药 各位 它几乎占到 百分之百的份额 别人都没有 但是在中国大陆 要生产某种终端的药品 比如治疗某种疾病 那么必须用到这种原料 但是中国大陆 所有的厂商说 你把原料卖给我吧 我这边要造终端药品 要治病救人的 对方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 说如果你要制造 这种终端药 利润很高的 这样子 我给你原料药 你不能单独造 咱里得合作建厂 结果合作建厂提出的标准 对方几乎接受不了 合作建厂 咱俩无误投入 大家分成 我要分99% 你只能分1% 所以我说这不是抢钱吗 哥这其实就是变现的拒绝交易了 也是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我们看 具体这个拒绝交易的行为方式 其实比刚才讲的 它行为方式更广泛 具体包括 一 实质性的削减 与交易相对人现有的交易数量 二 拖延中断 与交易相对人的现有交易 第三 拒绝与对方开展新的交易 第四 设置限制的条件 使交易相对人难以与他进行交易 第五 拒绝交易相对人在生产经济活动中 以合理条件 使用其必须的设施 这是他的五种行为方式 哥们说了 如果正当理由是可以这么做 哪些是正当理由呢 第一 因不可抗力 等客观原因 无法进行交易的 第二 相对人 有不良信用记录 或者出现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情况 影响交易安全的 我给你发货 你不可能给我钱了 第三 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将使经营者利益发生不到 减损的 第四 能够证明他的行为 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也做简单了解 好 我们来看 第四种 没有正当理由 限定交易相对人 只能与他进行交易 或只能与他指定的经营者 进行交易的 各位 这里是我们近两年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执法当中的一个重灾区 一个重点 比如我们知道的 阿里巴巴反垄断案 所谓的二选一 就你只能和我做交易 而不能去和我的竞争对手 做生意 再比如对美团处罚 也是他的二选一 你只能从我这里入住 不能去饿了吗 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入住 来看行为方式 一 限定交易相对人 只能与他进行交易 就比如刚才我说的 像阿里巴巴 像美团 第二 限定交易相对人 只能与他指定的经营者 进行交易 不是和我自身 而是让你和我指定的 我的子公司 或者关联方进行交易 第三 限定交易相对人 不得与特定的经者进行交易 你不能和别人玩 你要和他玩 我就罚你 好 从事上述限定行为 可以是直接限定 也可以设定各种条件 变相的限定 好 我们看这里的正当理由是什么 一 为了满足产品安全要求 所必须的 第二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所必须的 比如说 如果你和我 开点交易了 比如说 我这边向你投资 你用了我的某项技术 其中涉及了我的商业秘密 你和我交易 必然掌握我的商业秘密 那你在和别人进行交易 那别人通过和你的交易合作 那可能是掌握我的商业秘密呀 所以此时算了正当理由 第二 为保护针对交易 进行的特定投资 所必须的 各位比如说 现在有个巨头 叫A A和B 他们合作 在当地建了一个矿场 OK 各位这个矿场 A投资是为主的 但当地的矿 它的品位并不是很高 所以用这种矿 开采成本高 利用成本也高 各位为什么要和B合作呢 因为B是当地的一个炼钢厂 它需要大量的铁矿石 此时A就要求B 我和你合作 在当地投资巨大 开了这么一个矿山 好 矿山开采 开铁矿石 而你B呢 你又只能从这里来购买铁矿石 就不能再去海外 买那些高品位低价的铁矿石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保护 针对交易 来进行的特定投资 如果说以后你也不从这买 还去海外再买 更高品位的低价的 那我干嘛要投资这个矿呢 好 此时正当理由 第四 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再看第五种 没有正当理由 搭售商品或者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我们看这里的行为方式包括 违背交易惯例 消费习惯或者无视商品的功能 将不同商品捆绑销售或者组合销售 就是最典型的 比如说你去买高压锅 这个高压锅的生产者 他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家独大 那么买高压锅 必须搭一个什么 按摩仪 否则就不卖给你高压锅 各位这是传统的搭售吧 第二 对合同期限 支付方式 商品的运输 及交付方式 或者服务的提供方式 等附加不合理的限制 好 第三 对商品的销售地域 销售对象 售服务等附加其他不合理的限制 第四 交易时在价格之外 附加不合理的费用 第五 附加与交易标的无关的交易条件 这么说的搭售和附加不合理的条件 来看这里的 好 正当理由 哪些情况下可以附加呢 一 符合正当的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 大家注意 这个行业惯例必须具有正当性才可以 第二 是满足产品安全要求所必须的 第三 为了实现特定技术 所以必须有这些附加条件 第四 其他正当理由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搭售和附加不合理条件的正当理由 来看第六个 没有正当理由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 在交易价格等条件实行差别待遇 各位 这里你看 差别待遇是什么意思 分明我们条件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边没有一碗水端平 有高有低 区别对待 有其实性 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待遇了 第二条件 大家简直自己看 我这里不展开了 我们来看这里的行为方式 包括实行不同的价格 数量 品种 品质等级 第二 实行不同的数量折扣等优惠条件 第三 实行不同的付款条件 付款方式 第四 实行不同的保修内容 期限 维修内容 时间等 好 这是它的行为方式 来看这里的正当理由 第一 根据交易相对人实际需求 且符合正当的交易习惯 和行业惯例 实行不同交易条件的 大家看 第一 它说实际需求有不同 第二 这个行业惯例 也是一个正当的 第二点 这对新用户的首次交易 在合理线内 开展的优惠活动 各位 如果你用过很多互联网的APP 你会知道 新用户这边 往往 它的首次价格 首次来购买 是特别便宜的 而老用户是无法享受的 这个新用户 首次购买的价格的 此时就不构成这里的 差别待遇 好 第三 其他交易条件 好 这我们讲的第六个 叫差别待遇 各位 你看我们讲了 六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行为 你会发现 这六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为当中 大部分都有个 没有正当理由 如何如何 对不对 各位 你看 这六种当中 唯独哪一个 没有这个正当理由的 前提呢 唯独我们说的 不公平高价 和不公平低价 那其中没有这个前提 没有说这个 有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如何如何 而后面的五个 都是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所以请注意 这个正当理由 后五个有 第一个是没有的 大家看第七 利用数据算法 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大家看 这是我们反垄断法的新增内容 他提到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测 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 以平台等规则 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各位 这也是针对近两年平台经济 互联网 新经济当中 一个重灾区 而单独写进去的 各位 具体的这种 利用数据算法的行为方式 比如典型的 说 自我优待 强制平台二选一 或者大数据杀熟 就是它的典型形态了 这些我们都看到过 比如说 阿里美团要求经济二选一 那属于我们讲的平台 这边利用它的 这种数据算法 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如果你选了竞争对手 既和我做生意 和他做生意 对不起 我这边给你限流 我这边不给你曝光 大数据杀熟 你也知道 看你用的手机越高端 你去打车 可能就会越贵一些 这属于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好 各位 七种滥用行为 我们讲完了 你会发现 传统的六种 第七种是新增的 一种新的形态 另外你要注意一下 这七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当中 我们说 好 大部分都有这么几个字 正当理由 没有正当理由这么做是不对的 有正当理由这么做就是对的 你看 这七种当中 有五个是有 这个前提的 没有正当理由如何如何 而有两个是没有的 哪两个没有说这个正当理由的一个前提呢 我们说第一个 不公平高价或者不公平低价没有 再有第七个也没有 而中间五个都有这么一个前提 请你注意一下 好 来看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由反独的执法机构 则定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年度销售额的1%以上到10%以下的罚款 各位你看 这一点啊 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 好 垄断协议当中达成并且实施的 是一样的 往下来看 经营者因为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滥用行政权力 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不影响其承担行政责任 各位这一段文字说的很多 其实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行政性垄断 行政性垄断当中有个叫强制垄断 即行政机关和这个授权主体 它强制你从事垄断行为 意味着你现在有点迫不得已 但是纵然迫不得已 此时也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经营者能够证明 他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是被动遵循行政命令所导致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 这是他的法律责任